S29赛季也已经开始有几天了 不知道大家的上分之路顺不顺利 我们都知道 这个版本想上分还是得靠射手 射手才是整个队伍的关键 所以今天阿里就打算给大家推荐几个好上分的射手 希望能给上分迷茫的你更多选择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萌芽 近几个版本萌芽虽然没有什么调整 但是之前影院的改版萌芽就得到收益了 在上个赛季萌芽的强度就得到不少玩家的认可 这个赛季也不例外 萌芽内战基本无敌 但碰到刺客和战士就很无力 尤其是打对面双前排的时候 确实比较难玩 但对面如果是脆皮阵容 那你就可以无脑选萌芽了 作为好团战争的无敌 第二个是小鲁半 在前面的视频我就强推过鲁半 虽然新赛季专金装没上线有点可惜 但不妨碍鲁半强 鲁半是自带操控能力的 所以对阵容要求很高 要有个好的辅助保护 友好辅助胜算能直接提升五成 但如果是放养的话就不好说了 所以鲁半虽然适合充分 但前提是要有个好辅助 或者你的意识够好也行 最后一个是戈亚 戈亚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射手 现在戈亚在全分段的顺率已经畏惧榜首 虽然出场率低了点 但他的潜力是够的 在上次调整后 戈亚大招带来的威胁变得更大了 大招是压塔也是打团神技 最重要的是攻击大招内的敌人 会获得轮外爆炸伤害 在大招这种强大的吸力下 如果对面是战装射手 根本不敢上前输出 所以也能起到分割战场的作用 而且之前手感也优化了 很适合拿来充分 当然除了他们玩 还有敌人戒和珈乐也不错 也算是版本射手 大家可以根据阵容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